东正司舞座林溪遥 参见皇后娘娘 你怎会进入本宫的品茶会 她是我请的 即便是公主和绿王妃的朋友 但她一个身份卑贱的舞座参加 只怕太子殿下和皇后娘娘 会被她沾染了晦气 没说老妇的女儿 身份卑贱又晦气 定国公 定国公 参拜皇后娘娘 定国公 本宫记得你本有一女 幼时便已遗落边境 林武座怎么突然成了你的女儿 林溪遥 正是老妇失散多年的女儿 对了 遥遥是定国公的女儿 前些日 我才查到信息 你被一个老五座收养 老天有言 多年后 让为父 势而复得 自到那日 发现 你与你母亲十分相似之后 为父 就调查了许久 一直在找机会 想与你相认 妖儿 微臣想与绿王殿下 亲上交亲 我 我 我 你的意思是 你想让本娃 娶令爱 记住 这是要娶瑶 太子早晚会登基为王 让令爱做太子妃 以后 不就是大梁的新后了吗 这样的安排 对于林熙瑶而言 岂不是更为妥 话是这么说 但微臣从棋局上 已领略了绿王殿下的 心境雄略 加上围朝一事 更让臣折服 所谓 谁能笑到最后 还不是定数 定国公的好意 本王心领了 但恕难如愿 为何 本王已有绿王妃 记住为了我 放弃了拉朗定国公 救命啊 来人 快来人 冤枉啊 冤枉啊 快救走 是 是 那 是 不用了 这 是 我 стала 我 要 不 老 人 都 没有 我 要 了 我 自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干嘛 耍流氓 我没想到 宋子丸 竟是妹啊 今日是一年一度的拜月节 两个相爱的人 如果在今日完成了拜月仪式 就可以白头偕老 不离不弃了 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 所以还是因为我公主的身份是不是 你我 身份不合适 我可以去求母后成全我们 我甚至可以放弃公主的身份 若是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就算做个普通人 我也觉得是幸福 我就是要这样缠着你 辈子 西阳 你怎么才来呀 会期之人 别敢来参加太子殿下的相亲品查会 太子殿下的相亲会 今日你定要好好瞧一瞧 若有何演员的 定要知会母后 你别碰我 你的手刚破案失手 即便是公主和绿王妃的朋友 但她一个身份卑贱的武座参加 只怕太子殿下和皇后娘娘 会被她扎扎的晦气 谁说老妇的女儿 身份卑贱又晦气 林西阳正是老妇 失散多年的女儿 红蓝星土 从不形单影之 出现即是成熟 那她的另一半 刻印在谁的身上 都会辞官内女 浮渝可有大事发生 一是浮渝归降了大量 二来便是 怎么会 只要我用我的花式月儿经 一定可以把南瓜拿下 你无儿无女 何来的月儿经 莫非是王妃 小微殿下生儿育女了 这是属下 去鬼市寻得的一好物 这叫宋子丸 你怎么了 男人吃了该丸 妻子便能如愿有身孕 你喝酒了 你要干嘛 耍流氓 我没想到 宋子丸 竟是美啊 今日是一年一度的拜月节 两个相爱的人 如果在今日完成了拜月仪式 就可以白头偕老 不离不弃了 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 所以还是因为我公主的身份 是不是 你我 身份不合适 我可以去求母后成全我们 我甚至可以放弃公主的身份 若是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就算做个普通人 我也觉得是幸福 我就是要这样缠着你 一辈子 夕阳 你怎么才来呀 会期之人 别敢来参加太子殿下的相亲品查会 太子殿下的相亲会 今日 你定要好好瞧一瞧 若有何演员的 定要知会母后 你别碰我 你的手刚破案失手 即便是公主和绿王妃的朋友 但她一个身份卑贱的武座参加 只怕太子殿下和皇后娘娘 会被她扎扎的晦气 谁说老妇的女儿 身份卑贱又晦气 林夕阳 正是老妇 失散多年的女儿 红蓝星土 从不行胆影之 出现即是成熟 那她的另一蓝 刻印在谁的身上 杜汇刺关那年 浮渝可有大事发生 一是浮渝归降了大量 二来便是 怎么回来